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马甲线 照片里的她元气满满 身材纤细 引起了网友一片惊艳 蔡依林 你变了 还记得蔡刚出道的时候 被网友恶意讽刺是香肠嘴大圆脸 甚至有人诋毁她 神思奉解 演唱会的照片被人做成表情包 口头禅还被摘取 玩成了梗 最安淡时 她仿佛真的沦陷于恶言恶语 在乎消息 可当她杀毁战场 带来的却是更璀璨的自己 翻糖蛋糕拿到金奖 新出的歌曲不仅时髦好听 还入选金曲奖 被时间带走的胶原蛋白 反而更凸显了她成熟女性的魅力 看她如丑小鸭般的蜕变 从一开始的土黑猿 变成气质动人的美人 其实蔡依林可以永保青春的秘密 莫过于自律而自 在她出道至今的二十年来 每天跳十四个小时舞蹈 学会体操 芭蕾 钢管舞 持之以恒的锻炼 也使她的气质 身材远胜常人 萧伯纳曾说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高级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美丽 最近大伙的综艺 乘风破浪的姐姐 就是让人经常能窥见自律的影子 劳累到凌晨 面对桌上满满当当的火锅食物 宁静瞟了一眼 毅然决然地说道 我们是美女 晚上不吃这些 室友吃虾 自己拿土豆丝蘸酱的中立提 还有犹豫了很久 最终也只吃了两只小龙虾的阿朵 这些姐姐脸上并非没有碎月的痕迹 可是他们明显比同龄人看上去 要更好看 更年轻 以前总是好奇 为什么明星有些到老了都那么瘦 比同龄人年轻 通过这档节目 我多少有点明白了 人钱显贵 人后遭罪 可以保持更久的美貌 他们依靠的是比常人更强的克制力 否则 打针打多了容易脸崩 抽之抽多了也会内分泌紊乱 一时的捷径 终会走向暴影 自律 才是美丽的终极秘籍 杨密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到 变胖和变老 他更难以接受的是前者 因为后者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可他如果变胖了 就说明自己变得不自律了 还记得前不久 韩寒因为一张健身跑步照上了热搜 曾经的美少年经岁月摧残后 身材不可控制的膨胀 最终变成了一个胡须邋遢 满面油光的中年老大叔 为了健康 韩寒重新走上跑道 循序可见的坚持最终让他瘦身了四十斤 体质呢也降到了百分之十以下 那个曾经的少年一下子又回来了 事实说 中年只能和油腻二字结合在一起呢 自律就是最好的去又记 一时的美貌或许靠天生 一世的美丽绝对靠自律 那些自律的人 眼睛里都散发着光芒 因此最为动人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性感 有句话说得好 好看的皮囊随处可见 有趣的灵魂百里挑衣 身体上的性感只能一时拨人眼球 最终使人沦陷的莫过于性感的灵魂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性感 彭于燕无疑是性感的典型 节拍斜不压正 为了达到角色要求 他把体质炼到了百分之六 拍摄海豚爱上猫 他为了演好角色 专门学习了海豚训练 还获得了海豚训练师资格证 拍摄翻滚吧阿信 彭于燕苦练了八个月体操 每天吃清水煮菜保持身材 每天十个小时以上的体操练习 学会了单杠 吊环 安玛等高难度动作 最终完美驾驭了体操演员的人设 派克曾在《少有人走的路》中说 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主要的工具 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方法 自律的人都有内驱力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不择手段 前段时间 张欣义半个月内 收二十斤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 他一段话说出了原因 在我还没瘦下来的时候 一个导演找我演胖姑娘 我婉拒了 不是说我不能演胖姑娘 在我心里有条底线 我宁可为了一个角色去增肥 去塑造角色 但我不想因为肥胖 而不得已去接一个胖姑娘的角色 自律的人 灵魂自带相弃 所以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靠近他们 如果你具有上进心 想变得优秀 拥有一个自律的朋友 是提高自己最快的方法 你有多自律 就有多健康 疫情期间 有人晒出了钟南山的健身照 已经83岁高龄的中院士 其实是一名运动爱好者 他的每一次锻炼 从跑步开始的 之后继续快走 再做拉力 双杠 仰卧起坐 单杠 整个过程持续40到50分钟 一周锻炼三到四次 已经是做爷爷的年纪 看过去却更像40岁的中年人 这是这样良好的自律习惯 才养出了这么好的身材 与之相比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本以为年轻是资本 却因为纵欲 毁害了身体 去年有一则新闻 一位设计专业的学生 连续三天熬夜写作业 最终猝死倒在了床上 室友叫他时 已经是下午三点 可怎么叫也叫不行 微博 一位叫胖瓜红柳的网友 在微博呼吁大家不要熬夜 还没有过25岁的他 因为经常熬夜 熬出了心梗 脱发严重 脾气也变得特别差 医生说 如果之后他依然晚睡 那么有一天 他就会再也醒不过来 听过一句话 欲望就像沼泽 陷得越深 越难回头 唯有自律 方可自救 那些自律的人 往往都养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好习惯 他们不会在凌晨玩洗手机 到了中午却常睡不起 他们合理规划一日三餐 不会因为吃得油腻 而让自己肥胖 他们经常运动 爱惜自己的身体 所以身材良好 机能健康 如果你惜命 想活得久一点 一定要做一个自律的人 泰格尔的诗说过 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 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那些自律的人之所以比一般人更耀眼 不是因为他们更幸运 而是因为他们吃了比一般人更多的苦 努力本就是一件迷人的事情 意志利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管你如何定义成功 家庭美满 拥有知己 腰缠万贯 经济有保障 做自己喜欢的事 心灵健康 内心富足等等 往往都要具备几个品质 心理学家在寻找这种品质时 一致发现 自制力 才是他的重中之重 那些咬牙撑过的暗淡时光 那些滴落在尘埃里的汗水 都并非毫无意义 自律是一剂生长药水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会听见内心拔洁的声音 不要让奋斗的意志 败给享受的欲望 做一个自律的人 拥有更高级的人生 万贱读书 名为读书 实则读人 任何文字 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旧的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欢迎互动留言 诉说你的心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点赞和转发 我会听见 你的心事 我会听见 有的心事 是什么 我会听见